另外针对王炳中 侯汉廷等四位台湾新党人士 日前台湾被捕事件 驻南美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谴责台湾当局打击支援中国和平统一的新党人士 台湾新党王炳中 侯汉廷 林明正等四名干部 日前遭到民进党当局以违反国安法为由被搜索并逮捕 引发两岸政坛轩然大波 也震惊了海外桥界 有部分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侨民发起深渊活动 中南美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20日在洛杉矶召开记者会 就台湾政府扣押统派人士表明立场 主张国家统一 主张两岸统一是没有罪的 民进党当局的话已经堕落到这个程度 已经在台湾的话开始实行白色恐怖了 这看得出来这个民进党当局 在分裂祖国的这个路上是越走越远 所以说我们海外华人华侨 今天在这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同时我们也是声援台湾新党 希望他们坚持努力海外华人华侨 是赞成统一的 我们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河统会发表的声明中指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只有与大陆统一才是唯一的出路和前景 为了表明立场 有侨民于当天自发前往台北诸洛杉矶经文处自首 强调自己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同样触犯了台湾的国家安全法 台湾侨胞史学颖希望以自首的方式 表达对于民进党政府 对新党对民众追求民主权力打压的愤怒和谴责 自首呢 我希望经文处能够发给我自首证明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安法五之一条规定的非常详尽 如果自首者得点免其行 所以我要能拿到个证明以后回台湾 然后到有关机关调查局去投案 希望一定要把证明开给我 不然的话我没有这个证明就要被逮捕 当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刘青 中美论坛社社长张文基和美国洛杉矶 邱海棠学社代表周一新等 一一在记者会上发言 谴责蔡英文政府的行径 并对史学盈的自首表示声援 据了解当天到访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 表明来由后 工作人员表示经文处不是法律单位 无法受理 不过史学盈最后留下了自首通知书 并强调如果经文处没有转交该自首通知书 他不排除提出诉讼 凤凰卫视陆梦 钱李涛 洛杉矶报道